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用Word2007来协助你学英语 那这做法很简单 只要你有一个基本上是英文的档案 然后你在Word2007的时候 你针对右键这个地方选择翻译那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一个翻译选中文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只到了每一个英文字就会变成中文 就如同各位在荧幕上看到这个东西 我这个表格基本上的话是像abandon这个字的时候 他做极无动词的时候 他有哪几个我们今天讲的同一字 然后他基本上来讲 他做不极无的动词的时候 跟所谓的我们今天讲的 他的反译字分别有哪些 那这个本身这个答案是一个英文档 然后再来我针对每个单字 不可能说每个单字我都很熟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就透过Word去开启它 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时候 当我指到lesson 也就是说今天基本上我的鼠标 直到lesson这个字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字的中文翻译告诉我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透过这个方式 去学习很多动词 请各位注意 我今天上面列字的都是动词 所以同样的我在同一字的选择 跟反应字的选择 或者我们说我极无动词的选择 跟不极无动词的选择 都是动词 那这个东西就透过我们以前 很喜欢英语的几个同学同好 大家把那个一本书 然后撕成好几个部分 然后大家每个人 贡献自己的时间去把它整理而成 所以各位如果要学好英语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自己的素材 然后善用工具去协助你 让你的英文程度可以变得更好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英语思维大突破的作者 谢谢